嗨嗨嗨 大家好 就是對 我叫陳普天然後剛才都介紹過 然後因為創容其實好像分享對象比較偏大學生 所以我希望有大學的經歷來跟大家一起去 我大學的時候就是一個很愛玩 大家都在一直講說到多方向 然後就說想馬的終於大學 就是我現在跳脫該死的框架 大概是這種想法吧 所以我大概每天就睡四個小時 然後剛剛上一個講者 嗨我也是學生會長 我那時候也是去選學生會長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根本搞不清楚學生會長要做什麼 但是就覺得就是跳脫框架 就是什麼事都來做一下要來冒險一下 所以這是我大學的生活 然後對我來講我一直在找尋 就是一個人生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一直覺得大學跟 大學非常關鍵 因為你自己想一想 就是你進研究所之後 其實你就是在一個領域鑽 然後你出了社會 你就是在那個工作繼續鑽 基本上你沒有任何人 在一個領域鑽 周一到周五每隔都八個小時 你跟我說你周末要做什麼 可是其實非常困難 找到自己人生興趣的話 再問他那個事情就是 你大概三十歲的時候突然就 我不幹了 然後其實你不要幹 就蠻慘的你知道嗎 人生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積極地在做 因為我一直知道其實我 並不是那麼想做研究 所以我會覺得我不是很上場 因為我本來的技術都 至少就是 就不是那麼順遂啦 對我來講 我就是花十倍的時間 然後只得到八成的效果 對 所以後來我上大學之後 我開始玩社團 然後開始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當你有一個想做的事 然後你有一定的表達能力 可以把這件事情 向你的朋友去傳達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就開始有夥伴 然後有夥伴之後 你就會開始去做 所以這大概是我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的感覺 然後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2012年的10月10號的 前一天10月9號 當天晚上 反正我們就瘋瘋癲癲的 所以我們就是已經這樣的人 然後 突然就想到說 你明天國慶了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才行 要不然國慶日很無聊 對 然後就跑去同學房間 然後兩個聊一聊說 好那我們就來 做點什麼 那要做什麼 嗯 時間也快到了 不如這樣好了 我們把大後梯換成國旗好了 但你知道嗎 兩個人換就是很弱 講了就是換了 就是沒什麼好講 所以我們邀請朋友一起來換吧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打了一個文案 就一兩個小時吧 打了一個文案 然後開始邀請人來參加 那可以看到24小時過後 對 有兩萬多人參加 一起把大後梯換成國旗 對 然後就是你看我們只是大學生 然後我們沒辦法登上釣魚台 我們不能做什麼偉大的事情 但是 希望國慶日的時候 大家一起換成國旗 然後我們就可以 至少你身旁的朋友 或是你國外的朋友就會知道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小的一個案例 就是它不是什麼偉大的事 它也沒有很困難 就是你打一篇文章 然後你用力的去分享 去邀請你的朋友 然後你可能就會中這樣 好然後 就是 這是我另外一個好朋友 反正他們都要去出國交換 然後出國交換 然後去歐洲交換 然後我們覺得去歐洲交換 然後我們覺得去歐洲交換好像 有什麼 然後還弄一個網站 還是用Wix架子 反正免費就拉一拉 然後 不會寫網站嘛 不好意思 然後就把台灣的一些資訊放進去 那概念很簡單 想說假設今天有一個外國人 然後遇到你 然後遞一張名字 就跟你聊完天之後 他說那我是誰 你可以交我Facebook 然後我介紹我國家給你 你可以對那個國家 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一點 就是國民外交的 這樣的一個行為 所以 這是大概那時候 我們就這樣做 從發想到後來執行 你只花了可能兩三天吧 他就出國 一周之內他就離開 然後我們就负名片 所以 我覺得很多事情就這樣 為什麼我今天想講做就對了 就是 他沒有很複雜 他就是我想做 那我們就可以去做 你不需要去考慮說 到底 你看我排版就是 現在看起來 真的是也是蠻鬧的 對 但大家做嘛 好 然後 在我2012年的時候 那時候還2013 忘記了 那時候參加一個比賽 叫YEF 然後在那個YEF 他就是最後比完之後 他會送你到國外去參訪 大概大概 然後那時候去丹麥 還有英國 對然後那時候 哇那邊建築好漂亮 你就開始看到 就是 哇 台灣怎麼這麼醜 對 反正就是這樣嘛 然後後來才發現 其實台灣也不錯 因為台灣是所謂住商混合 所以反正機能很棒 其實在那邊你走很久 你都沒有一個好的便利商店 對呀 可是你看這樣子的話 不管是生活很方便 然後其實犯罪率啊什麼的 也都會相對下降 好這我就不再多做贅述了 對 然後 還有發現台灣的那種 齊肉文化很棒 因為它可以開啟你跟這個建築的對話 它不用你真的進到建築裡面 你就已經在跟這個建築做一個溝通 對 然後後來又去了劍橋 對 然後劍橋也很棒 因為你知道 住的地方都是城堡 這宿舍都是幾百年的歷史 然後你就哇天啊 真的是哈利波特的世界 對 大家可以去參加YEF 我覺得有這樣不錯的福利 好 然後 最讓我們經驗的 就是 就是我們那時候我去劍橋大學 然後我看到像這個酒吧 它就會貼一塊牌子說 在位置上 然後 曾經劍橋的校友在這邊 討論出了DNA的雙螺旋結構 然後你就哇 然後走一走 然後就會走到這邊 然後就告訴你說 這棵就是牛頓的蘋果樹 然後牛頓以前就是在這個實驗室 你就哇 然後你就 OK 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很偉大 因為在這整個學校裡面 充滿了就是這種各式各樣的歷史 這是數學橋 然後它原本是不用任何一根釘子 就架成的橋 對 就是一個學生突然晚上半夜弄出來 你知道那種感覺 就是沒有人知道是誰做的 然後 有一個教授 數學系不知道哪個系的教授 然後就覺得不可能 怎麼做得到 他要研究 然後就把它拆開來 然後組過回去了 所以現在這個橋上面是有釘子的 感謝那個教授 所以 在這個學校裡面你走這樣 你會覺得 如果我以前的學長姐做到這件事情 我應該也做得到 我覺得這種氛圍很棒 所以 回過我們原本的邏輯就是 人家很好 我們為什麼沒有 所以回到台灣之後 我們就想說 其實我是教授大學的 教授大學其實在台灣 它有120多年的 120年 今年120年的歷史 是全中國 如果講中國的話 他在中國那時候就有了 不好意思 大概中國算是第一所大學 所以我們有很多歷史 然後我們有很多很成功的校友 如果我們 我們雖然沒有像劍橋 那麼長 但是我們歷史 應該從現在就開始累積 我們就應該在學校 開始定一塊牌子說 這裡是哪一個偉大的校友 他做了什麼事情 對 所以我們認為這種認同感 是要被創造 而這種認同感 會創造這個學校的偉大 所以回來之後 我們就開始舉辦了一些活動 然後我們就創了一個東西叫驕傲 然後說大家都很有驕傲 然後我們找一對同學 寫一些未來要做什麼 然後我們找到以前學校的歷史 做很多影片 對啊 然後我們還 就是還辦了記者會 然後就是幫學校 蓋新大樓的募款 什麼就是 那時候有一些群朋友找我們 然後我們就開始就這樣做 反正就是很high的這樣做下去 對 所以 所以 我每次只要 就是去參訪 然後或是去看到某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可以帶回來 就例如說宿舍來講好了 你看我們有這麼多 這麼多學校 這麼多教授去 劍橋參訪 他們一定都看到 看過這些事情 可是他不會把這些東西帶回來 他不會想說 其實假設我在宿舍的門牌上面 我訂一下 說這裡是施政榮以前睡的床 你就哇 你就感覺好像 我應該也是要 就是也是要這樣 我就打樓的時候都會有罪惡感 大概是這樣 可是教授不會帶這些東西回來啊 就是 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要回來做研究 回來幹嘛 所以其實很多很小 不要覺得大家看到東西 就是 我們雖然沒有像教授這麼厲害 但我們可以帶回來一些 你知道就是 我們學生真的懂的事情 欸 時間 只剩四分鐘 好我來講一下為什麼我要做美感教育 因為我去了丹麥 去他的設計中心 然後發現那邊很棒 因為 他們那邊就展覽很多材料 然後 材料嘛 你就會覺得 奇怪這些東西也能展 就是憑什麼 對 那後來後來開始慢慢開始思考之後 你才發現 其實你看 你身上大概有幾十種材料吧 但每一種材料都有不同的顏色 藍有不同的藍 然後觸感也不一樣 然後甚至溫度摸起來都不一樣 所以但是我們從來都沒有真的去意識到這些事情 可是國外的教育 他們很早就開始在談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 特別是我在 設計顧問公司 然後看到櫃子上面放了很多不同的玩具 什麼都有 然後就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因為這樣的話 不管你在發想的時候 或是你在跟客戶溝通的時候 你只要拿那個東西給他看 就是這個顏色 或就是這個質感 馬上就能夠感受到 所以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那時候就讓我非常驚豔說 國外的設計教育 或是這種美學教育 其實它是非常深層的 那我們應該也要做得到 所以那時候才開始 就是我們有三個同學 就剛剛看到這個 去歐洲交換 然後去歐洲參訪 這也是另外一位朋友去歐洲交換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 就是台灣的就是美學教育 對 然後我們的夢想 是要改變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那我大概講一下 因為我投影片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我看那時間可能會就是有點超過 所以我快速講一下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的概念很簡單 現在平民的大眾的美學教育 通常除了美術課之外 就是美術館 可是美術館非常遠 這邊就是 這一個月之內有去美術館 請舉手 唉唷好厲害啊 居然還有一二三四六位 史上最高的一次 不過也只有六位而已 對 OK 那對於一個小孩子來講 我們大家問 幾乎說一年去個一兩次 就很了不起了 對啊 這真的很了不起 去的時間也沒幾個小時而已 所以根本就沒有用 就是影響力太小 不是說美術館不好 只是影響力太小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到說 我們既然每天都要上課 都要念教科書的話 那能不能我們把美術館搬到教科書裡面 對 因為它時間夠長 然後我覺得它像學英文一樣 你知道英文這東西就是 你一天背一萬個單字 你隔天等於零 你知道嗎 可是你每天只要在那個英文環境裡面 嗨哈囉 就這樣叫一叫之後 其實你英文就可以到一定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美學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就是我們不需要就是美式黃金比例 沒有人聽得懂什麼是黃金比例嘛 但是你每天給它看的東西 都是很漂亮的比例的時候 它就直覺就是 我畫圖就是要這樣畫 對 一種淺陰墨畫 所以我們很希望做到是這樣子 然後在剛開始做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我們會做成功 然後也沒有人願意幫我們 可是兩年下來 我們從第一本課本就是 就是畫得真的就是很努力去畫 但是畫得不好 我們自己覺得就給專業來看畫得不好 到後來因為第一本出來之後 然後開始有媒體關注 然後有更多學校合作 然後有更多設計師來協助 之後就越做越好 然後一直到現在 教育部會願意跟我們開會 共同討論這件事情 在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是 就你知道你去敲門 人家就不會理你 人家說好好好 都是這樣 可是當你做了第一個之後 第一個會就敲動下一個 然後再敲動下一個 然後不知不覺 兩年多之後 我們就覺得 其實我們真的有機會 在未來可能五年之內 然後可以影響台灣一半以上的孩子 對 所以我從我整件事情的發展來看 你們會發現其實 其實我們在做的東西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你看就是國慶日 欸換個國旗啊 對那時候還覺得就是 中華民國台灣 嗯一樣的東西嘛 對 現在這個意思比較強烈了 最近 對 但不重要 反正 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真的只想做點事 對然後包括你看出國就說 欸那我能不能多介紹台灣點數 就印了一張名片 然後到國外看到說 欸國外的學校這種文化很好 我們能不能帶進來 教大家應該開始累積自己的文化 然後包括我們看到 國外的美學教育 就開始做 對那能做多久 做多少我覺得不重要 重點是做就對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分享給大家 不管你想做什麼事都可以 做就對了 謝謝大家